一人之下上映之后 口碑出现了两极分化 喜欢的从里面出不来 手舞阻挡的像是回到了幼稚园 不喜欢的也说超级好看 只有上海堡垒能和他斑斑腕子 更多的是认为改动的地方太多 甚至让圆柱粉都觉得离谱 比如张怀懿是被全姓14人杀的 下河能全面压制冯宝宝 全姓杀进了哪都通的地下监狱 把四张狂都救走了 高宁和窦梅居然有一个孩子 尤其是对冯宝宝的处理 战斗力被严重削弱了不说 还被人疯狂踩头 等着张楚兰来救 这就好比是孙悟空被白骨精 按在地上摩擦 唐僧变做了高手来救他 毕竟冯宝宝在圆柱里 这个特殊的存在 战斗力是天花板级的 当张楚兰用雷法轰冯宝宝时 估计圆柱粉在那一刻 心就开始凉了 毕竟张楚兰是不可能对冯宝宝出手的 在演员方面纳然前有风神 他本身就自在魅惑 不需要太刻意的去勾引 甚至都不用什么高抬腿 扶下身夸张的镜头语言 大家也都能心领神会 更不用担心擦边 张灵宇这个龙虎山的大帅哥 让有的观众觉得 像个耿着脖子的大白鹅 少了点灵动 有些遗憾 但是把风神里的捆绑艺术 也拿了过来 也就不能责怪观众 有联想力被诟病了 电影时常有限 删减是必然 在有原著作者 也加持的情况下 用上了好莱坞式 英雄主义的处理手法 导演的确有想法 也很想还原原作 只是和观众关心的点 没有同频 我想这才是 让原著粉不太满意的地方吧 漫改大电影成功者并不多 就连浪科健新 也是原著粉和路人粉 都不买账 但能走出了这第一步 就是好的开始 毕竟电影的优势 是电视剧无法具备的